嗨,小伙伴们,你们复工了吗? 想不想随时随地都能喝上一碗芙蓉鲜酥汤? 比啃爷爷家的还要好喝 提前浸泡香菇,海带 去皮的胡萝卜切成丁 小白菜切成丁,也可以换成菠菜 海带切丁,香菇切丁 再剥一些玉米粒 下面水烧开加一点盐去吐腥 再加一点油,这样焯的菜颜色会更鲜亮 把小白菜焯一下水,去掉草酸 水开后捞出过凉 锅中重新放一点油 放入几个切大一些的姜片爆香 然后放入胡萝卜翻炒 炒到表面有一点焦 加水煮沸 直接放海带,香菇,玉米 这些都能起到提鲜的作用 水开后再煮5分钟 煮到汤汁浓稠 加入白菜 不要等开锅 直接从高处淋入蛋液 再加虾皮 水大开以后轻轻地翻动 离火以后,避掉部分汤汁 留一点点 加白胡椒粉 再加盐调味 盐可以适当多一些 然后滴一些香油 把它搅拌均匀 把姜片加出来 准备几个冰格 我家没有,只好用硅胶模具了 把菜添进去压实 放冰箱冷冻 冻好以后就可以轻松地脱膜了 早晨上班的时候准备一个保温杯 放上两块 在公司就可以喝到热热的汤了 这个方法是不是很棒 这样的做法呢 汤鲜菜鲜 只要掌握好浓度 它还可以变身成盖焦饭 打卤面 我是小宁 明天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